为了感谢新城乡境内的社区巡守队员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 新城乡公所特别编列预算购买设备 包含巡守员的背心、手电筒等等 由商长和理台亲自捐赠给巡守队员 也感谢他们守护新城家园 让社区更安全 新城乡长和理台相当重视 寻求队员回复社区的治安 同时也编列预算来购买需要的装备给队员 包括背心和手电筒 并且透过捐赠的仪式 来感谢他们对新城乡的辅助和努力 我们今天后面新城乡三个行守队 一个是我们家里行守队 一个是七星团行守队 一个是新城社区的行守队 因为在新城乡可以说 人数非常的 人口密度非常的集中 他们愿意晚上牺牲自己的时间 去做社区行妇的工作 协助警力 所以说他们这样子的付出自己休息的时间 为地方来付出 值得我们来敬佩 值得我们来表扬 所以今天现在这个地方 向大家来报告 我们要谢谢他们 向南克里台表示 巡守队员增加装备之后 能够发挥嚇阻的作用 以守护相助为原则 能够减少犯罪 达到目的 协助警方欺拿歹徒 新南乡公所也会不定时的 慰问巡守队员 守护相助队员们 在明年也会进行训练 队员们能够更深圳 巡守的工作 让新城乡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记得终于新年到达到